女人,如果你没有摸过男人的这三个地方,说明你们不是真爱 第一就是男人的头发,第二就是男人的腰,第三就是男人的腰 什么症丢了不能补,你知道吗? 什么症丢了不能补 你猜一猜,是什么症呢? 老板,我又回来了 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我不请保姆了 我老公不要我了 怎么了? 我老公说,昨晚在哪里睡就滚回哪里去 你昨晚在哪里睡的? 你忘记了,昨晚在你家里睡的 怎么在我家睡的? 你昨晚不是酒喝多了吗? 我准备回去 你说今晚就不要回去了 然后呢? 然后,然后我就没回去了 哪死都不嫁给双胞胎 我这结婚都八年多了 我老是分不清哪个是我老公 而且另一个还一直都不结婚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事 男人们闯什么灯不犯法呢? 既安全又可靠 既不担心违章 又不担心扣粉的 你们知道是什么灯吗? 姐啊,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你说大姐叫鸡蛋 二姐叫鸭蛋 三姐叫鸽蛋 请问,四姐叫什么呢? 四姐叫 四姐叫 不知道 你得好好想想 想好告诉我 想朋友 说三横一树不是王 上面顶破天 下边尾巴长 猜一个字 聪明的你能猜到吗? 猜到的留言 说 什么东西男人有 而我们女人却没有呢? 到底是什么呢? 聪明的你知不知道答案? 说 为什么男人要有房子 女人才敢嫁给他呢? 因为雄性动物的职责 就是建房 你说你不搭个窝 那女人应该把蛋下在哪呢? 哎哟,你妈 姐 你说牛仔裤 左下角那个小口袋 是干嘛用的? 你说它是装钱的吧? 它太小 你说它是装饰吧? 也不好看呀 你知道是装什么的吗? 男人们 闯什么灯不犯法呢 既安全又可靠 既不担心 违章 又不担心扣粉的 你们知道是什么灯吗? 找我什么事? 老同学帮个忙呗 什么忙? 那个 能不能把你朋友介绍给我? 我哪个朋友? 就是昨天一起逛街的那个 长得挺帅的那个 他呀 他还没我帅呢 要不 咱俩出德了 拉倒吧 我可看不上你 你帮我忙呗 那你可别后悔啊 放心吧 我发誓 我要是后悔的话 我就嫁给你当老婆 那行吧 我给他打个电话 好 晚上请你俩吃饭 好 喂 我同学看上你了 要请我们吃饭呢 哦 那行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爸 爸 第一次结婚叫大庆 那么第二次结婚呢? 重庆 那第九次结婚呢? 巴黎 哎呦 你骂了 姐夫你要当爸爸了 啊 真的假的 真的 什么时候的事啊 转账一千 马上告诉你 转什么账 两千 高兴 谢谢爸爸 哎呦 什么 男人裸睡的好处都有哪些 一 速记新陈代谢 二 加速血液循环 三 改善睡眠质量 四 消除疲励 哎 你家的物业费咋还不交呢? 我都跟你说了八百遍了 物业费下个月再交 等不了下个月 你就赶紧交就完了 呀 等不到下个月了 咋变 你查出来晚期了 你跟我俩好好说话 让你交你去交就得了 这个小区我说了算 还你苏了算 你咋不苏了葱呢? 辣死你 哎 气死我了你 我咋不气死你呢? 你说啊 你顶多送个大管家 你装什么大当假呀? 你把收小区物业费这劲拿出来 你放在小区维护上啊 那房道门 坏了三年了 你们修了吗? 一楼停的那自行车 比你媳妇那私生子都多 也不说管管 就是倒上这坑 比你脸上的麻子都多 也不说羞羞 咱小区 一共十多个保安 加一块堆 凑不起一口牙 到底谁保护谁呢? 还有这绿花袋里的狗爸爸 熟识熟识都能给两母弟施肥了 也不说轻轻 那楼道里的灰 比你身上的村都多 也不说首饰首饰 咋变 留着炒饭呢 就这些问题 你要不给我解决咯 我告诉你 一分钱没有 呸 站着没用 躺着有用 白天没用 晚上有用 打一生活用品 是什么呢? 老婆 你叫我一声爸爸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不叫 我不想知道 你这就没啥意思了 你快点 爸爸 想知道 谁在秘密 你说 我跟你说了 你不能告诉别人 其实 你不是我亲生的 能听懂这十句话的人 都不是一般人 第一 你宁路上的奔驰 永远跑不过 高速路上的下力 说明平台很重要 第二 你在珠母朗玛峰上 再怎么努力 都烧不开一壶水 说明环境很重要 第三 再优秀的女人 没有男人 照样生不出孩子 说明合作很重要 第四 你用再多再大的水桶 都不如拥有一个水龙头 说明渠道很重要 第五 一只恶虎也架不住群狼 说明团队很重要 第六 小驴问老驴 为什么咱们天天吃草 而奶牛顿顿惊死了 老驴感叹道 咱爷们那是靠腿吃饭 人家呀 那是靠胸脯吃饭 说明心态很重要 第七 两只青蛙相爱后 婚后呢 生了一只癞蛤蟆 公青蛙健壮大怒 这是何况 母青蛙哭着说 他爹呀 认识你之前 我整过容 说明啊 了解很重要 第八 狗对熊说 嫁给我吧 你会幸福的 熊说 嫁给你 生个狗熊 我才不要呢 我要嫁给猫 生熊猫才尊贵 说明选择很重要 第九 螃蟹和鸭子赛跑 难分胜负 裁判说 要不你们划拳吧 鸭子发怒 我出的全是布 它全是剪刀 说明先天很重要 第十 正在看着这条 可能会活的视频 你潜水 也不会有人认识你 你评个论 点个赞 冒个泡 很重要 你女儿是我女儿的妈妈 那么我是你的谁 你女儿是我女儿的妈妈 说什么东西 胸上有 肚上有 腿上有